果然不能饿着肚子去超市 看看韩国老公是怎样 吐槽我的 妹妹们 我终于上完了特奖 上完特奖就有时间了 上了三个星期的特奖 每天两个小时 那特奖 这个课时费还蛮高的 一节课 还好几百块钱 然后上了三个星期 现在呢就一个星期 这12节课 康沙文科 然后现在来超市买些东西 我真的就是上特奖的时候 什么叫没时间花钱 这就叫没时间花钱 然后今天来超市里买了好多东西 给你们看一下 买了这些 我感觉得有个一千到两千块钱 里面很多都会肉 可能要问我 你们家为什么不吃菜 因为我们家吃菜比较少 主要是我也没时间在家做饭 还有这个小宝宝的尿不湿 为什么买小宝宝尿不湿呀 因为我朋友 他们不是生了孩子吗 现在出院了 然后我去把这个尿不湿 给他送过去 小朋友的四到八公斤的 带着安安悠悠去看何林妈妈 还有何林的弟弟 我实际有多懒呀 这生生的从三楼 昨天迷到一楼 后来我想了解 其实我走过跟我自己去结账 自己用那个自助开结账 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我觉得太累了 我不愿意结账 我把车调在四楼 一会从一楼结完整 之后我再去四楼 主要是最近太累了 一点也不想负 这还不贵 没超过一千块钱 还没结账完 结账账应该得一千多块钱 人民币 然后还得买垃圾袋 有汉南尔卖也要 有备官 来一个垃圾袋 三块钱 三块五 差不多 专门的一个 用垃圾袋垃圾袋 在韩国用垃圾还得划钱 买的 这是五八肉 结账账的 这得二十多万 还没结束呢 反正我今天就打着三十万左右的 他正让我大概说准了 二十六万 他跟那说呀 用了我的公子卡 谢谢 公子卡在这儿 满满五大袋子 真累 今天 下课以后 跟在 跟我的好朋友 在中国的一位大学老师 然后视频聊天了 聊了 我们俩聊一个多小时 然后这个 时间有点晚 然后我也没吃饭 现在回去吃饭去 现在已经九点了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卖这么多吗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这个最近工作比较忙 然后一直在学校里面 晚上学校里提供饭 然后我就一直没在家吃饭 我们家里真的就被吃的一点也不剩了 觉得那孩子真的 然后有点太委屈孩子了 一般在我们家呢 都是阿姨给孩子做饭 我也没有时间出来采购 都是从网上买 然后买了第二天就到了 后来我这个从外边开会回来之后发现 哇 那边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对于我这种人 我没吃的就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这次我就买了好多 现在 我应该看从哪过去 再往后备箱里装 哇这很尊重啊 行了我实在是装不得了 太累了 终于都装进去了 你们看到这是 垃圾袋 韩国的垃圾袋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韩国他们一般在超市里面买东西都是用纸箱子装 就是装那些货以后剩下来的那种箱子 这个超市就放在那个货架旁边 然后让这个顾客们用箱子装 这些东西 那如果有的人不就是家里缺垃圾袋了 然后他们就会用买各种各样垃圾袋 然后装这些买的东西 然后 把这东西放下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当垃圾袋用 我觉得这个韩国垃圾袋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因为韩国吧 扔垃圾吧还得花钱就是装那种袋子 所以我们真的不愿意扔垃圾 哎呦又去的爷爷哪家了 今天好像从中国还到了好多快递 哎呀买买买就是我的乐趣啊 没有别的乐趣了 我这最近上个月都没有时间花钱给我急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么些吧 你玩了这么些看啥呢你不累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买了这么些吧 因为上次 我一看 给安佑买的东西 我一看这个 我回家来一看家里啥也没有了 我当时我就失望了 你也不去买点吃的 安佑也不知道在家里吃的好不好 哎 这给安佑买的东西 你看天天天天天买买买就是我的乐趣 这倒了一堆 这是这是中国发来的 这是我买的其他的东西 明天还有一堆 哎呦 吃家不容易啊 哎呀你整理吧我实在太累了 给孩子下面条的 家里好像还有一盒我找不着了 给你们看我们家里哈 这些东西都是贵的嘛 啥也没有了 今天我去那个小菜店买了 这些 哎呦 我已经感觉我好久没吃烤肉了 还用买的饮料 烤肉 去 去方法吃烤肉不行啊 要休息一下啊 休息一下去吧 我真的我就一个多月没去没出去 没在外边吃过烤肉了 因为晚上我都比较忙 白天都是跟老师跟教授们在外边吃饭 就是在那种普通的店里 也没有烤肉店 有烤肉店 烤肉店 韩国的烤肉店都是晚上开 这是你就是 肉鬼 我那天因为我没吃上烤肉 我都冲的发火了 你刚节目的时候说一句话我还记得 说什么 吃肉 吃肉才 才产生 体力 我说我吃肉 怎么这么天天吃 那个是草 对啊你那间蔬菜不就是草吗 我们家基本上不怎么吃蔬菜 我们家蔬菜很少 基本上都是肉 很多人说哎呀 说我们家买不起蔬菜好吧 不是不是那个那个放在下面 有一个那个我看一下有一个那个说等一下 哪有 啊 不知道 整理 这个放上面这个放上面 明天做 我想今天晚上做呢今天晚上可能做不了了 那明天做吧明天晚上我早点回来下课我就回来 哎你会做吧燃热员 神经他 啊 你会不会做 我放上之后你直接开会就行了是吧 这里面全是肉 哈哈 对放在袋子里有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他容易这个样子 我买的这个是一一万四两盒 这是鸡肉 我买的这个呢是给孩子做汤的肉 这个肉呢是一万六 一万六 多少口看一下 一万六 二百五十七克 这个是韩牛 一万六的话相当于人民币多少钱 九十块钱 九十块钱 二百五十七克 韩国这个韩牛特别贵 我听说韩牛是吃人生长大的 这个把它分成两包 我把分成两包分成两包放在那个下边 你孩子做汤用的 哦这里边买的水果啥的 我们家吃水果比较多 你这些都放了多少钱啊 大百二十五 嗯啊 大百二十二十几万吧 好像是 你把这个放在蔬菜桶里 二十五万左右吧 二十二十二十几万 二十二十不到二十六万 人民币多少钱呢 人民币一千四百多 一千三百多 换算不过来 脑子小 一千四百多 这是鸡翅 你孩子做鸡翅的放在冷冻室里 没时间给孩子做饭 所以买的多一点 我都已经一个多月 大概得有两个月 没去过烧吃了 放在那边 不是你把那个也放进去了 啊这个放下来 买了俩整机 哎 咋了 叹气干啥 还有呢 还有 还有一袋 不是 你我买这些你还闲呢 这都是给孩子吃的 门口还有一堆呢 从中国寄过来的 一会还得整理 那我还有一堆 放外面 这是鱿鱼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所以我买了 谁说的呀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吃 我喜欢吃 这人真是不是好人心的 啥玩意儿吃 买的肉给妈妈带上去一会儿 这是人家新开发的产品 我觉得他在那试吃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对呀 所以我跟你说 我不能饿着去吃饭 你知道不 不饿着去超市 一饿去超市的话 啥都想买 他买了这个 你拿起来 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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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